$%!%&%&!%&%&%% -5%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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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Enosos 我一下生就 你也笑得那麼高興 早 我們現在人在Las Vegas的飯店裡 我們昨天大概下午3點多抵達 然後就到飯店check in之後休息一下 因為開車開了3個多小時太累了 然後接著呢 因為小桃的我們前幾天去看NBA的比賽 那小桃的就那種整個人非常的充滿了鬥志 看完比賽之後他每天都認真練籃球 我昨天一到飯店然後他還說等一下要去打籃球 所以爸爸就找了一個社區 然後我們就帶他到那個公園去打籃球 順便也看一下那個社區 那你還蠻酷的耶 他竟然就是一個球場有6個籃框喔 可以讓很多人可以練頭籃 然後還有發現就是一面牆 牆上面有4個籃框 太好玩了光那一面牆 小桃的就在那邊玩了 從白天玩到天黑了 沒有啦大概就玩了30幾分鐘 所以我覺得那個社區我們看了非常的喜歡 感覺你的鄰居應該都會是熱愛籃球的人 太棒了 那這一次來Vegas呢 其實主要當然就是評估這個城市 適不適合我們未來搬過來居住 因為我們這次的租約又是大概到暑假到期了 剛好小桃的也是學期告一個段落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會搬家 然後至於住在哪個城市還沒有做最終的決定 所以呢就是來這裡看一下 因為我們對這裡其實是還蠻心動的啦 那硬體的部分呢我想應該不用多說 透過畫面都可以看得見 我們來過幾次了 不管是整體的街道夠大夠寬敞 然後看起來乾乾淨淨的 那觀光景點更是不用說是世界等級的 然後有一些社區住宅區的環境綠化也做得不錯 就算這裡沒有很多的草坪 但是有一些區它還是會特地就是有一整片的足球場也好啊 就是大草坪可以讓小朋友去玩去奔跑讓狗狗玩啊 然後也有狗公園跟樹我覺得算是蠻多的 就是他們這裡跟加州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也有樹可是那個樹底下都是鋪石頭不是草 可是我覺得久了就看了還蠻習慣蠻能適應的了 那當然除了硬體之外我覺得要選一個適合居住的地方 當然人也是很重要的我們要去考量說治安情況如何 跟哪個區域可能是比較適合家庭有小孩的 所以我們也會到當地的超市跟公園啊 然後到處去看是比較多那種帶著小孩子出來的家庭啊 或者是年長的退休的爺爺奶奶們看起來就是和哀可親 然後或者是那個地方是比較多那種單身年輕人 然後一副就是要來開Party的樣子 那種我們就可能覺得可能比較不適合我們帶著小朋友 所以呢就會去多方評估一下 然後還有當然最重要的是天氣 因為這裡是沙漠地區 是真的整個人會有明顯的變乾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皮膚乾也就算了 因為你可以擦保養品嘛 然後我覺得是眼睛乾 是我想要去看看可不可以適應的 因為上次我們是夏天來 我覺得就是眼睛會乾到那個眼壓很大 你可能需要低眼藥水才會覺得比較舒服 這一次4月來我覺得還好耶 但是呢有一點 是我跟大桃覺得很難適應的 就是靜電 我們昨天已經被電到 快崩潰了 你按電梯啊 然後摸個頭髮 要牽小桃的開車門都被電到 然後電到大桃最後就是拿皮夾 然後去按電梯要按按鈕 我就是不敢用手去碰那個東西了 就是那個靜電是會 電到你會痛的那一種耶 不知道住久一點會不會比較適應 那今天的話我們的行程應該會去 一些小朋友適合去的地方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就到飯店樓下 簡單吃個早餐就準備出門囉 好這裡是早餐區 自助取餐 飯 肉排 沒有了 棒 沒有了 醬料 水火 可以自己拿 我們的churros 剛剛廚師有補了蒸蛋 中午餐 然後這個超級黑的貝果 肉桂巧克力貝果 這個爸爸一定會喜歡 是那種墨西哥捲 我們要偷咬一口 辣辣的蛋 我們在吃Puffet好好笑 我們寫著四個碗 YA 中午餐 演唱的 這個BTS應該就在這裡 還是在哪裡 看他們表情沒有鐵 對啊 那一坨建築好特別喔 風好大 建築好大 我們現在在Discovery的兒童博物館這邊 一個人的門票大概是15塊左右 進來這裡之後 發現這裡的設施其實算是還蠻豐富的 如果小朋友是10歲以下 我想應該都可以玩得蠻愉悅的 像小潮的是7歲 他就對於某些設施就很鍾愛 然後可以玩好久好久 我想可能在這裡待個3個小時左右 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裡呢 一進來他就會有一個大型的 像攀爬架的東西 每一小段都會有一些設施 然後有溜滑梯之類的 不管是大朋友或者是小朋友都在裡面 我們也是直接從一樓就 然後就透過攀爬架 爬到3樓了 然後到3樓之後呢 他是出來 就直接到這個樓層 然後每一個樓層就有 許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裝置 然後你可以去體驗一些科學實驗啊 然後甚至是有勞作區 各種好玩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暑假天氣熱的話 你不想要在戶外 或許就可以帶他來這裡 你吹冷氣 然後小朋友 除了自己玩之外 因為其他小朋友也很多 他也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 認識的一起玩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很不錯的 遛小孩的地方 我要把車子開出來了 我把車子開出來了 我把車子開出來了 沒有動 玩水專區 玩水區有雨衣 有水空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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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水空桿的 用水空桿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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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音樂起來 是有兩個瓶而已 哇 哈哈 馬上控制風管 把球投進裡面有一個籃框 馬上有打給我 有了有了 哇 馬上有三個燈了 好累 好 好累 好 我們再來竹竹 哇 好累 好累 哇 這很漂亮 放大進去 這個就這樣混 對 日本有一條一條 這個好 亮眼 亮眼 這邊有好多人把他的作品放在這裡 好漂亮 等一下 哇 好漂亮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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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有的 開門 等一下 我不能看到 不可以 好 1 2 3 GO 1 2 3 GO 1 2 3 GO 1 2 3 2 3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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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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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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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Area 15 然後是一個最近很熱門的旅遊景點 那這邊的特色在於說 你如果只是進來這個中庭這邊 它有一些地方 譬如說去它的糖果店玩具裡買東西的話 你可以網路上預先登記 你就可以直接進來 要不然就是你要在門口 輸入你的一些私人的資訊以後 經過安檢也是一樣 這樣才可以進來 那你要體驗一些項目 這裡有很多種不同的各種的體驗項目 有些是表演 也有那種適合成人看的藝術展覽 還有各種的AR還有VR的體驗 那當然還有那個空中版神儀 還有那個就是一個魔幻 夢幻的那種超市的設計 那是那種藝術展創意市集 好像每幾個月都會更新一些新的娛樂項目 所以幾乎可以說是觀光客來Vegas的話 是一個一定要觀光的拜訪的點 那只是說很多項目是21歲以下不能體驗的 所以就是我們來想到的就是來看一看 喝個汽水就夠了 如果小孩大了或是小孩不在的話呢 而大人想要體驗成年人的表演 那就自己再過來就好了 這個玩具店喔 玩具店也太酷了吧 玩具店也太酷了吧 Squidgy bar 感覺它 Squidgy right there 995 5 6 6 4 Squidgy - 超級客帳 4 5 糖果店 糖果店 热士 一定是可以免費試吃的 鳳梨口味的Extra口香糖 麵包頭 泥水 二座巨星 有藕醋口味的汽水 黑橄欖汽水 比較正常的是花生醬汽水 不! 你要買藕醋口味的 還有菜口味的 還有dog jewel 懂得口水口味 我們剛在那一間糖果店 買了一些奇怪口味的汽水 想說沒喝過 那這裡燈光美氣氛家 就來試喝一下好了 第一個 粉紅色的是什麼 你最喜歡的 那你要喝嗎 看剛剛我們說 喝起來什麼味道 好喝嗎 酸酸的 酸酸的 味道像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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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糖口味而已 可是算好喝的啦 就可以接受不會怪怪的 第二個是black olive 就是小桃的喜歡吃披薩配黑橄欖 你們先喝看看嗎 你不是很喜歡 你喜歡的黑橄欖耶 可是汽水爆會變怎樣 有點像半根沙士 怎麼會這樣 有 有喔有好喝喔好奇怪喔 耶 就像麥克莎士的味道 這顆就怪怪的了吧 這個是Dog's Jewel Dog Jewel就是狗的口水 沒有味道耶 第一口應該是自己心態問題 你覺得它很怪 然後你一喝進去的時候 就瞬間覺得那個質地 好像比普通的汽水再狗一點 就有像狗水的感覺 然後一陣噁心感放鬆去喝的時候 就還好啊 就一般的汽水 沒有特別的味道耶 你喝喝看 沒有很奇怪 好像還好對不對 你不要覺得它怪就不會怪了 喔這個最恐怖了 這個是嘔吐 嘔吐味的汽水 誰會鹽巴這種嘔吐味的汽水啊 而且這個人長得很像大桃 嘔吐味的汽水 聞起來就酸溜溜的 有那種味酸的感覺 阿不牙 爸爸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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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ubble Gum 很像它 就是Bubble Gum Flavor啊 好 但橘子不可以喝什麼 像橘子 喔 大家 兩三分都有點黑乾的那種苦味 狗口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好噁心喔 哇 這個好噁心 它有一種臭臭的那種口水味 就是那種 觀眾朋友一定想像到我要講的 就是 你可能 喝了什麼 譬如說西瓜汁啊 或是吃了什麼軟糖 嗯 夏天 你一整天都沒有喝水 然後整個下午很熱 然後又沒喝水 然後嘴巴就酸酸甜甜 然後呢 過了大概一兩個小時以後 就開始發臭酸了有沒有 就是那個味道 它是甜的 可是它就是酸裡面帶一種那種臭酸味 也有點像那種夏天垃圾袋有沒有 廚餘的那種味道 嗯 它看起來也是有很多雜質 然後確實它故意有點勾芡 黏黏的綿綿的感覺 對 這我喝了 我覺得我再多喝兩口 我也想吐 那你就直接製造一個口 嘔吐味的好了 好噁心喔 好 可是昨天客人幫它製作的 哈哈哈哈 它聞起來沒有什麼特別嘔吐味 我喝喝看喔 還好耶 我個人覺得就是只是微酸微甜 大概有點像是那種人工假草莓的那種味道 然後酸酸甜甜的 而且我覺得比那種很多美國汽水Mountain Dew那種還好喝耶 哈哈哈哈 好爸爸幫我們試過了 爸爸說好喝 可以嗎 好喝嗎 好喝嗎 好 像是山河的 對 味酸的味道啊 我覺得真的有點像那種 你吐出來再吐進去的東西啊 我沒有那麼喜歡它耶 但是如果這個包裝可能變成那種 放一點檸檬啊 芒果啊 就是放成那種水果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是味酸了吧 我覺得喝這個會想住 其他三個我覺得都還好 喔 這個我也覺得有一點小噁心 因為它吞完以後 過大概半秒鐘會出現一種 就是你可以想像黑橄欖那種 微微的苦澀 很輕微的苦澀的感覺 那也有點噁心 喔 嗯 那個味道 蔥皮那種 怪怪的有一種味道 好 我們還有買一個 Extra 沒有看過是這種 鳳梨跟柳橙口味的 娃娃 你喝太快抽到屁股了 哇 這一盒8塊美金耶 等於240塊台幣左右 它應該是特殊口味才會比較貴吧 喔 台灣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口味 如果有觀眾朋友有買到的話 可以說一下 我們是不是買貴了 嗯 好香喔 好 裡面是這樣一顆一顆的 有鳳梨嗎 它其實是類似那種熱帶水果味 不見的是鳳梨味 喔 一點點涼涼的 一點點甜甜的 可是沒有酸的感覺 OK 嗯 我有酸啊 你覺得有酸 一點點 好吃的口味 一般的口香糖好吃嗎 對啊 有 嗨 你是外星人嗎 棒 青州小菜 大華酒酒超市 堵城天天爆 甜甜甜當台灣味 不怕滷味麵食 好 好現在下午呢 快到四點鐘了 我們早上大概吃到大概十點 然後我們就帶小朋友去了 兒童的博物館 接下來又去剛剛那個area15 玩了一圈以後呢 小朋友也餓了 然後我們腿呢 走的也酸了 那還好離那個street大道上呢 其實開車大概三五分鐘 就Chinatown這邊 中國城這邊有一家 就近期開的 你小龍 專賣小籠包的店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 聽上網看還有聽朋友講呢 小籠包有媲美頂太風喔 但是價格應該是評價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今天來這邊吃吃看 而且現在是平日的下午 沒什麼人 所以廚師可以專心的做我們的料理 不會說因為生意太好就讓它隨便亂做 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吃吃看 好啊 生煎包一份是四顆 這是蟹粉 上海炒年糕 哇耶 炒年糕 首先呢我先來吃吃看這個 生煎包是小小的很愛的一道菜 那如果以目測來講 我覺得它的那個 煎皮的比例啊 我們跟我們以前吃過的煎的比例來講 好像之前看到的煎的 就是這種焦黃的比例 大概有占到四分之一左右的高度 那這個呢幾乎只有底部是有煎過的 對 好 破開來囉 來 倒 沒有 好啦它是生煎包 它不是湯包 所以有沒有湯汁 其實我也 我也不懂 應該要有湯汁 我們吃過有湯汁的 對不對 好 這樣也不錯啦 不會爆汁 它肉餡的部分呢 有明顯的薑還有蔥 然後鹹度適中 我覺得蠻好吃的 就調味整體都不錯 然後煎的火候啊 也都不錯 裡面還是濕潤的 並不會乾 就是並不是因為說 沒有湯汁倒出來 就會過乾 其實還是很濕潤好吃的 可是我個人覺得它的那個 餅皮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 它的那個麵的厚實感 稍微厚重了一點 然後肉餡的部分 我覺得算是適中 乾以前吃到的不太一樣 但我還是喜歡它的那個肉餡 它的肉餡不像有些店家有沒有 它是會已經先凝固成一團球 太過堅固的感覺 然後咬下去呢 很難把它咬得平均 它的肉餡還是非常的鬆軟的 而且呢 蔥薑的味道啊 尤其是薑的味道特別的明顯 這我覺得很棒 它其實豬肉也沒有什麼腥味 但是它因為它也有薑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更爽口一點 嗯 吃起來很多雞 什麼叫做好吃的小籠包 第一呢要先看它上面的皺褶細不細膩 接下來呢就看它這個 夾起來的時候有沒有像那個小孩子 尿太大一套尿 那個尿布就是厚重 因為底下都是水 這個呢已經看起來是目測是非常合格的 而且我剛剛因為夾的時候呢 故意讓它抖動了一下 結果後面就開始漏尿 而不是肉汁 可以可見它的那個皮是非常的薄 好 聽起來好好吃不想吃 喔 完了完了 你看我笑然後就這樣子 你看 你看像一坨這樣子下來 喔 它是因為太重 然後皮又很薄 這是優點 不是缺點 喔 OK 喔 這味道不會過鹹 也不會過蛋剛剛好耶 那我直接吃一口囉 好 好 好 這隻小籠包的肉餡呢 蔥姜還是一樣吃得到 但是姜的味道沒有像 生煎包來的這麼的 這麼的重 所以我覺得適合皮 更薄一點的小籠包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 是很很值得肯定的 光是皮薄夠薄 然後肉餡的那個鬆軟 然後一咬下去 整個化開來的那種鮮味 所以我就覺得 嗯 以這個價位來說 算是非常值得的喔 蟹粉小籠包 哇 有沒有香蕉不一樣啊 有點重 對嗎 好啦 我要吃蟹粉的 湯汁看起來要披下來喔 鮮的很多汁 魚黃的蟹黃 蟹粉 它真的不需要沾任何的醬 我覺得調味就已經很棒 一吃下去就是那個蟹的鮮香 我覺得光這個薑的味道 我就覺得很香 就蠻明顯的 很香 對 很香因為我是喜歡吃薑 薑味的人 因為薑可以去平衡那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調味是好吃的耶 嗯 整個目前這樣吃起來就覺得 調味好好 不需要沾任何的醬 對 就是我喜歡的調味了 嗯 嗯 它的皮真的夠薄 薄到 你吃進去的時候就覺得 哇 滿滿都是 額料的感覺 我來體驗一下大陶說的那個 薑味 蔥薑味 欸 它跟我們在台灣街頭買的那種 生煎包 吃起來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光是整個皮的嚼勁 嗯 就是不一樣的東西耶 真的是那種 很有勁道那種感覺 然後整個裡面又是鬆軟濕潤的 對 覺得只要吃一下才能夠比較 對 這是原味的 它一定會爆汁 所以要拿湯匙 它真的有用心耶 三種的內餡都是完全不同的 喔 對 所以真的是蟹粉的 它本身的那個薑味又更重一些 嗯 好用心喔 如果說我是廚師 我真的就偷懶三個不一樣的 然後 頂多就是再加一點點蟹 就這樣子就好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好啦我覺得是好吃的 好接下來呢 是我在台灣常吃的上海炒年糕 在美國不容易吃到 因為 就真的比較少餐廳在做這道菜 至少我們住的地方 耳灣不容易 那炒年糕要好吃呢 第一 就是每片年糕一定要入味 不能因為它 比如說三四片黏在一起 然後就沒炒入味 然後就黏在一起 就是就沒味道這樣 那看起來 我目測這樣子看呢 我覺得是不錯的 有顏色啊色澤 這個白菜肉絲這樣炒下去 光是聞這道味道的香氣 就是非常的有標準 它餐廳呢 它講究的地方就在於說 你看連那個胡蘿蔔絲 切的細膩度 它並不會馬虎 因為 Vegas也知道觀光景點 很多觀光景點 它覺得說它反正 各國的遊客來吃 不見得這麼的道地 它的菜切的細膩度 還有肉絲的粗細度呢 全部都是很標準的 很有水準的 然後吃下去的味道呢 那個年糕的軟硬度也是適中的 並且都有入味 也不會過鹹 它的這個醬炒年糕 這確實 嗯 咬起來非常的順口綿密 好 看它Menu上面呢 有口水機 我忍不住來點了 下來吃吃看 一般口水機 感覺會是川味餐廳的招牌 川菜館它的那個辣椒油啊 辣椒醬汁會鋪得滿滿的 然後底下呢 會通常會有些高麗菜絲 或豆芽菜絲 然後上面呢 就是也是一樣 是非常鮮紅的顏色 配上花椒等等 蔥末啊等等 香菜 那這個的話 醬料呢 看起來 比較是那個 和色的醬料 濃稠的 好 我就吃吃看 我還是比較像是 應該是花生或芝麻的那種 麻醬裡面加了一點 微酸 微甜 然後也有麻 也有辣 所以 我覺得它這個吃下去 我個人是蠻喜歡這種味道 這種調味的方式 這種做法 其實上海的 口水機就是這個味道 就這個做法 嗯我不懂 但是如果懂的話呢 請留觀眾留言 就是我自己覺得是蠻好吃的 就是它的醬汁的味道 就是有很多種的味道 在一個醬汁裡頭 嗯 哇 這裡有錢的便當耶 這裡有錢的便當耶 這裡有錢的便當 好 抵护肉奶茶 還有永和豆漿 對 要是 那是 說 如果是 有些醬汁 要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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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醬汁 的 好